哈囉,大家好,我是爸爸潮人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,是經理日記的第一部啊 就是來進入一下冰淇淋公主跟機道大哥鄭友軍 昨天去這個水族館買了魚的一個成長過程 我先找一下魚在哪裡 這個是重點啦,如果沒找到的話,這個日記都成不了啦 目前一隻都還沒有找到,到底跑到哪邊去了 驢 我們先從最左邊開始找 哎呀,怎麼跑來這裡來了 這裡怎麼一隻 它怎麼過來的 這裡不是有隔板嗎 它到底怎麼過來的 它是跳過來的嗎 怎麼會這樣子 它怎麼在這裡啊 這裡一隻喔 我們總共買了二十幾隻吧 這裡有一隻,有沒有看到 游過去了 很有活力 然後裡面也有一隻啊 但是它不是很清楚 有點圓 這個手機的話,如果說 我把這個鏡頭拉前的話 那個畫面會變模糊啊 所以我就不拿錢了 因為它是數位變焦 不是光學變焦 好 我又要過去了 目前我們找到大概三隻啊 來 找個五隻就好了 找魚啊 辛苦 哎呀,這裡有兩隻在游 有兩隻在游,有沒有看到 哇,不錯不錯不錯 因為蠻大一點就是比較好 比較不會被那個抽水馬達吸進去 OK 那這裡的話也有一隻啊 我在這裡發呆 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 OK,我們再往其他地方找一下 這裡有嗎 沒有 二十幾隻應該不會很難找吧 怎麼找到那麼辛苦呢 還是跑來這邊搞小餐廳 這邊的話也是個蠻好的地方 也是個小水池 哎呀,有了有了有了 這裡有一隻 好可愛啊 來 還有嗎 怎麼這樣子才找到五隻欸 哇,這裡好多 爽 這裡真的好多 這群小團體都在這裡聚集 因為這裡有個深坑啊 這個魚真的很喜歡在抽水馬達附近的 搞不懂 這裡的話大概有五隻 所以十隻的話就已經湊到了 那其他的話應該是躲起來的 因為我們這個水池太大了不好找 找個十隻就OK就差不多了 再繞一圈好了 好 我就希望他們可以快快長大 變成大警禮 到時候就可以邀請這個 國小啊 國中的小朋友 來這邊餵魚了 好啦 先進入到這邊了 謝謝各位朋友 祝福這個月快快長大 拜拜